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在颂赞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我们在颂赞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以什么样子的心态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行为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行为 来颂赞神 颂赞神 颂赞神是我们的本分 颂赞神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先一起来看西伯来书的十三章 我们先来看西伯来书十三章 西伯来书十三章 西伯来书十三章 请看十五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二十六页 这边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所以这边讲到 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 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 因为是在新约时代 因为已经到新约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都能够献祭给神 那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是我们常常来颂赞祂 是我们可以常常来预赞 所以这边讲到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承认主的名 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信任主的名 我们是属主的儿女 我们是属主的儿女 我们就要常常从嘴唇来结出果子来 我们就要常常对我们的嘴唇 来结出果子 那把这个嘴唇所结的果子 献上为祭 就用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来献给神 那么什么是颂赞呢 什么是颂赞 如果这一个字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意思呢 我们来用颂赞 这句我们来看它的意思 就是称颂赞扬 对 称颂赞扬 赞美 那什么是颂赞 什么是颂赞 当我们人 我们看到了人 人 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人 还是大事 还是什么 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心里面 有所感动 我们如果看到了 我们心里有什么感动 有所共鸣 我们有一些项目 那我们会想要表达 我们想要表达 那譬如说我们到了这个 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去 那常常到了那边 大家看到这个美景 我们就会脱口而出 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 看到那个地方很漂亮 有时候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说好美啊 哇 这个地方很漂亮 真是人间仙境 真的是像在天上一样 好 那我们从嘴巴说出来 对我们的嘴巴说出来 甚至有时候呢 我们会用我们的肢体来表达 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肢体来表达 好 表达我们心里面那种感动 表达我们心里的感动 这种喜悦 这种欢喜 好 那颂赞呢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 我们看到的人事物有所共鸣 颂赞就是 那颂赞呢我们也常常用这个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颂赞呢我们也常常用这个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 所以说我们要赞美神 好 我们要唱诗歌 我们要唱诗 好 那常常问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常常问到一些年轻的兄弟子里面 我们说为什么要唱诗 为什么我们要唱诗 那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赞美神 他们常常说为了就是要赞美神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诗歌是我们能够颂赞神的一个非常直接 也非常适合的方式 所以我们知道唱诗是 我们赞美神最直接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好 然而我们唱诗赞美神 这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要唱诗 这是需要学习的 今天我们就要从呢 一群这个歌唱的立位人 他们的这个 侍奉 颂赞美神 我们来学习 今天我们就要对 立位人 他们怎么唱诗 来欧罗神来学习 好 为什么要颂赞神 为什么要颂赞神 好 我们先看 诗篇66篇 我们先看诗篇66篇 诗篇66篇 诗篇66篇 在旧约圣经704页 古诗篇66篇 诗篇66篇 诗篇66篇 在这边 66篇的20节 这边诗人说 神是应当称颂的 祂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祂的慈爱 离开我 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要称颂神 因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神随听我们的祈祷 那祂的慈爱 也都与我们常在 祂的慈爱 也跟我们相传 跟我们合作 其实诗人呢 在写这个诗的时候 这篇作诗的人 他在写这篇诗歌的时候 他讲述在他的这个 这个生活里面呢 他有这个 很平顺的时候 但是也有极难的时候 他说他一生里面 有真冰顺的时候 也有极难的时候 但是神都始终带领着他 但是神都一直担命着他 所以在这个 前面这个十九节 他说神实在听见 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所以在十九节 才说神是听到的 他也切心听我基督的声音 那这位神 是实实在在的 与我们同在 这位神是实实在 跟我们同在 并不是说 我们去求他的时候 他才来跟我们同在 并不是说 我们去 我们向他基求的时候 他跟我们同在 他始终在我们的身边 神一直在我们旁边 连我们很微小的祷告 他都侧耳来倾听 连我们真美色的基督 他都切心来听 所以这样子的神 是值得敬拜 是值得来赞美的 这种的神 因此诗人他从心里面 他发出了感谢赞美之神 所以作诗人 他对他心来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 因此赞美是我们真的 去体会到 认识到神之后 我们对他所发出的一个感谢 赞美是我们对神 真的认识他之后 我们明白他的作为 我们所发出的一种 一种颂赞 一种感动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有许多的这个古圣徒 他们呢都会用诗歌 来预神交通 来敬拜神 有很多古圣徒 他们都会用诗歌 来跟神交通 来敬拜神 那这个诗歌 他们会用口唱出来 这个诗歌 他们会用嘴唱出来 或者他们会在祷告里面 我们看摩西他带领着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你看摩西大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让他们平平安安的 过了红海 先让他们平平安安 过了红海 但是那些埃及的追兵呢 全部都淹死在这个海里面 埃及的追兵都淹没在红海里面 那以色列人呢 他们非常的高兴 他们能够 这个就是能够平安 所以摩西他们怎么来回应神呢 所以摩西那时候 他怎么来回应神呢 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出埃及记十五章 出埃及记十五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九月圣经八十六页 十五章第一节 十五章第一节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主唱歌说 我要向主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第二节 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不知道大家读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 这个地方 他们以诗歌来送赞神 那时他们用诗歌来 在诗歌里面 他们就大大的 很确定地宣告说 这是我的神 他们以诗歌里面 就这样说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我要赞美他 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动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种感动 说这是我的神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我要赞美他 如果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知道 神创造音乐 神创造了音乐 祂把音乐赐给我们 一种音乐输给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以口 来不断来诉说 送赞祂的恩典 祂的大能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用诗 可以来不断地哭漏 送赞祂的大能 我们在每一次唱诗的时候 我们在每一篇唱诗的时候 我们便会更去体会 这个诗歌里面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更沉浮 来听会诗歌里面的信息 在诗歌里面 看到神每一样作为 在诗歌里面 我们看到神每一项的作为 与我们的生活 与我们的每一件 我们所做的事要有所连结 跟我们所做的事 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可以有一些连结 在生活里面 我们看到神 我们在生活里面 看到神 我们也尝到主的恩典 我们也尝到主的主意 因此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发出 由衷的赞美之声 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对神 唱出我们的赞美 神是应当称颂的 神是应当赞美 那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呢 为什么我们来赞美呢 我们请继续看诗篇的66篇 我们继续看诗篇66篇 诗篇66篇的第8节 在这边说到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宣告 他说万民啊 全地神所造的名 都当来称颂神 万民就是全地 所有人所做的人 应该要来称颂我们的神 让我们称颂赞美神的声音呢 让人都能够听见 我们欧路的声音 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听到 所以颂赞神 所以颂赞神 不只是要荣耀感谢神 不是只要应邀 要感谢神 也是要让所有听到的人呢 能够在这美好的信息里面 也可以让所有听到的人 可以在这个美好的信息里面 都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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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 因为这个颂赞的声 都同享欢乐 可以让所有人 因为这个颂赞的声音 都可以同享在那里的欢乐 这是在主里面的欢乐 这是在主里面的欢乐 与世上的欢乐是不一样的 跟世界上的欢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说 到底什么是圣乐啊 要唱什么样的音乐啊 才能够是来赞美神 唱什么样的音乐 开始直接来欧罗神 在这边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称颂的神的人 他们发出的这个乐音 所有欧罗神所发出来的乐音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能够这样子 来颂赞神的人 所以能够这样来欧罗神的人 一定是一群属神的人 一定是一群属神的人 他们认识神 他们认识神 能看到神的作为 他们看到神的作为 心里面也有所感动 他们心里也有所感动 确认自己要继续来敬拜神 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要来欧罗神 所以他们继续用这样的 颂赞的方式来敬拜神 他们继续用这种 颂赞的方式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唱赞美诗 就是我们唱赞美诗 跟唱外面的音乐 有什么不一样 唱外面的音乐 有什么不一样的 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心一定是要 圣洁是要为神所接受的 当我们在跟朋友们一起唱歌 或者是演奏音乐的时候 当我们跟朋友一起唱歌 还是演奏音乐的时候 那这个音乐的内容 这个音乐的内容 都是在描写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一些各种各样 人的七情六欲 在讲的一般都是 讲到我们的生活 还是我们人的一些情绪 那我们的心情 也是很轻松的 我们的心情 一般来说也是比较轻松的 有时候甚至呢 这个音乐也会导引我们 到一些比较放纵的 这样子的境界里面 有时候这些音乐 会带我们到一些 比较轻松的方向 但是当我们要唱 颂赞神的音乐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要唱颂赞神的音乐的时候 那就是不一样了 那就是不一样了 颂赞神的音乐 颂赞神的音乐 必须要能够称颂荣耀神 也必须要让听到的人得到益处 也要让听到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 这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 这一些我们都要去想到 那我们要如何来颂赞神呢 我们请看历代至上的二十五章 历代至上二十五章 历代至上二十五章 在这边记载着大卫 在这里记载着大卫 大卫他设立了一群歌唱的立位人 大卫他设立了一群歌唱的立位人 那这一群人呢 他们是专门设立在约会前面来歌唱的 这些人是设立在历代前来歌唱的 那在这一章里面呢 就记载了他们怎么来颂赞神 在这一章里面就描写他们 怎么来颂赞神 我们请看二十五章第七节 看看二十五章第七节 这边写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主神 所以颂赞神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要颂赞神是需要学习的 那要怎么颂赞神呢 要如何来颂赞神呢 我们先看大卫他为什么要拣选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呢 都是立位人的家族 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立位人是被神选出来 要来服侍神 以及来帮助这个祭司 那我们请看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在诗篇一百三十五篇里面 我们请看十九节 十九节 旧约圣经七百五十八页 古约七百五十八名 十九节 十九节 这边说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主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主 二十节 立位家 你们要称颂主 你们敬畏主的 要称颂主 神 所以这边 讲到以色列家 讲到亚伦家 讲到亚伦家 讲到立位家 那这边呢 我们看到呢 在以色列人里面 他又把亚伦跟立位 特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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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伦家呢 就是神 吩咐他们要来 世代要来做这个祭司的职份 亚伦是谢谢大家 要做这一世这个结婚 那立位家呢 他们是来帮助亚伦的 立位家是来帮助亚伦的 所以在这边 在这一篇里面 所以在这篇里面 他在见证神带领这个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恩典 这件事 是大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恩典 那神也告诉这些 以色列人说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那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就是要常常去思想 常常去数算 所以他说立位家 你们要称颂神 就是要赞美 要去数算神的恩典 那立位家是由这个大卫 他选出了一群人 专门以音乐来侍奉神 那我们再翻回历代志上的25章 他们怎么样来送赞神呢 在这个25章的一开始 在这个25章的一开始 在旧约圣经529页 所以要怎么来送赞神 如何来送赞神 第一个我们要尊王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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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这边 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尊王的旨意来唱歌 第二节后边有说到 要尊王的旨意来唱歌 那这些人都是大卫所选出来的 这些人都是大卫所选出来的 大卫为什么要从所有这个 来这个帮助祭司的立位人里面 选一些人出来做这个音乐事奉 因为有一些人是做这个 管理这个会幕的事情 那有的人是准备一些 献祭的这些 这些神圣的这些器具 那为什么大卫他要特别选 这些人出来做音乐事奉呢 为什么大卫另外 又惊这些人出来做音乐的事奉呢 因为大卫知道 颂赞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卫他知道 颂赞神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也要藉由这一群人来带领 也代表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 他也希望接下来这群人来 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以第一个怎么颂赞 第一他们来颂赞 他们是尊王的旨意 他们是尊守王的旨意 那在我们刚读的第一节里面 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里面 他有讲到说 这些人他们公职的人数 记在下面 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王所认命的 就是说他们是被王所认 所认算出来 那他们呢 如果你用英文来看这个公职 那用文字来看这个公职 就是说他们是这个 有受过训练 有技巧的人 是代表他们是 经过训练有技术的人 那他们要来从事这样的服饰 他们要来做这款的服饰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有安排各样的工作 虽然不是每一样的服饰 我们都有这个拆派书 都有这个服务的证明 虽然不是每一样的工作 我们都有拆派书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遵照的这个教会的安排 我们来做服饰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照着教会安排 我们来做服饰 那教会在大家的一起 搭配服饰里面 慢慢的成长 大家就因为在教会 来在服饰 大家做会来慢慢的行动 那也慢慢的发展 教会可以慢慢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要学习颂赞 当我们开始学习颂赞 我们学习各样的服饰 我们学习各样的服饰 我们要尊王的旨意 我们要尊守王的旨意 也就是在现在来讲 就是尊照教会的安排 以现在来说就是 尊照教会安排 那教会安排我们 要做什么事情 教会安排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努力的去配合 我们努力的去做 我们就很努力来配合 努力来做 因为这一些各样的服饰工作 因为国有学习的工作 都是在我们各样各股的负责人 我们大家的这个开会 我们常常的沟通协调之下 我们才能够订出这些计划来 因为都是每一国的负责人 他们开会 决定后 较有价位 那每一股是什么样子的人 来担任 要找哪些弟兄姐妹 一起来互相来同工 也都是有经过协调 思考其祷告的 每一项工作 到底要找什么人来做 这都是经过俗课 经过祈祷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 教会的各样事工 所以当我们讲到 教会每一项俗工 我们说我们要遵照 王的旨意 这讲到我们要 遵照王的旨意 遵照教会的这个安排规划 对 遵照教会安排和教会 那在我们教会里面 因为教会很大 所以我们也有各样的诗班 因为 每个教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有 几个诗班 所以当我们诗班 在运作的时候 当诗班在运作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要 按着年度的计划 我们也是要按照 二度的阶级 去沟通协调 来 大家来协调 那每一个参与 不管是诗班 或是各样侍奉的人 不管是诗班 或是每一项俗风的人 虽然我们可能 只是其中的一个 小小的螺丝钉 虽然我们可能 只是其中的一个 人做一个其中小小的工作 但是我们既然 被呼召了 我们被任命了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被较掉 既然被人命 我们就要努力来做 我们就要努力来做 在这个第一节里面 写到说 公职的人数记在下面 第一节 讲到国共这个人 人数记在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人数 被记在圣经里面 因为人数 被记在圣经里面 那我们的名字 也被记在神的那里 我们的名字 也被记在圣经里面 神都检查我们一切的工作 神都检查我们所有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颂赞神 所以我们要专用来颂赞神 尊王的旨意 尊王的旨意 第二个 第一 我们请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从历代至上 二十五章第三节 历代至上 二十五章第三节 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 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 这边写的都是说 谁谁谁 他的儿子 有哪些人 然后归他们的父亲来指教 这都说到 什么人的子 有哪些人 接受他父亲的指教 那总共有讲到了 耶杜顿 西曼 亚萨西曼 耶杜顿 这有讲到 亚萨 西曼 亚萨 亚杜顿 那都是在讲说 这三个人 带领着他们的家族 他们的儿子 女儿 一起来学习颂赞神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是怎么颂赞神 这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颂赞神 全家侍奉 全家来侍奉 就是 不只是 这个王 大卫王 他指派的这三个人 不是 不是跟大卫王 所指派这三个人 他们 以及他们的子孙 他们呢 都在神的殿里面 弹琴鼓舍 敲拔唱歌 他们都 在神的殿里面 担金 鼓石 用 国英文学区 来 参照来 卧楼神 并且是由父亲来教导 在这是由 他们的父亲来 指导 那在这个 第一节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第一节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他们这个 宋战的内容里面 有弹琴鼓舍 敲拔唱歌 那最后 唱歌的 有一个小字 他说 唱歌原文作 说预言 所以当他们唱歌的时候 他们用音乐 在服侍神的时候 他们同时 同时也在领受 神的话语 那在这个 第五节 第五节这边说 这都是西曼的儿子 吹脚颂赞 西曼奉神之命 做王的先见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歌唱的立位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歌唱的立位人 他们不只是弹奏乐器 他们不只是 担奏乐器 不只是学习唱歌 他们也在神殿里面 领受神的话语 并且协助来办理神殿 这个侍奉神的事物 所以当我们要学习 颂赞神 不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要带领 全家 这个全家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 全家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 也包括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这个大家庭 也包括在我们教会 这个大家庭 每一个人都要 来颂赞神 每一个人都要来颂赞神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了 从这个父亲带着儿女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父亲带着儿女 那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每一样侍奉 每一项的俗风 我们也都要 能够传承 我们都爱 可以来团形 不是说 这个做熟的人 就在这个侍奉上 一直做 不是说 什么人做得比较熟 所以他在这里一直做 那我们必须 要把你经熟的部分 你要继续 来教导 这个年轻人 所以在这章里面的记载 他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天天在神殿里面 来用音乐侍奉神 他们就是每一天 在神殿里面 用音乐来侍奉神 那不只是侍奉 不 侍奉 他们也学习 也做学习 那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一代一代这样团形 那这个侍奉呢 没有断掉 这个侍奉 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断掉 纵使在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后来 因为屡次的离开神 那神让他们亡国之后 对神说在买了 一世的因为 他们做了神 没希望的事情 所以他们忘国 那这个都没有这个圣殿 圣殿被毁 也没有祭祀的事情 那他们被掳到这个 这个拜偶像的国家去 可是呢 这一些人啊 没有忘记他们的职份 他们继续教导他们的儿女 他们继续教导他们的祭祿 要用音乐来颂赞神 要用音乐来颂赞神 所以当后来神师联名 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圣城之后 所以当神父啊 因为神的礼宫 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来重建圣殿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祭祀恢复了 我们看到 他们这些的工作 很快就有回合了 那这一群歌唱的立位人 这段歌唱的立位人 他们也用音乐来回应 来唱出对神的感谢 他们也用音乐来唱出对神的感谢 我们看尼西米记的十二章 我们看尼西米记的十二章 尼西米记十二章 请看旧约圣经六百十二页 古约六百十二面 在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十二章二十四节 这边讲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告成 重新修建完成 那他们有一个典礼 庆祝 用一个典礼去庆祝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另外人的组长是 哈沙比亚 施利比 贾妹的儿子耶稣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人大位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 我们请继续往下看 在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祭司立位人遵守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 照着大位和他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 也如此行 四十六节 古时在大位和亚撒的日子 有歌唱的领长 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 四十七节 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 守门的 每日所当得的份 供给他们 又给立位人当得的份 立位人又给亚罗的子孙 当得的份 所以这边讲到 祭司恢复了 在这里说到 这一诗的感觉 那歌唱的 守门的 也照着以前 大位跟所罗门王时代的命令 歌唱的 也是照着 大位和所罗门王 那时候他们的命令 他们重新 在这个圣殿里面 他们唱诗 来赞美神 他们又 回合在 圣殿里面唱诗 他们的赞美 让神喜悦 他们的 亚罗 让神喜悦 那百姓也都得到了 平安跟喜乐 八星也都得到平安跟喜乐 所以呢 这边记载说 这些百姓呢 就也恢复的 对这些 这些 来敬拜神 这些 侍奉神的人的 这一个 攻击 所以 八星也开始 对这些 输逢神的人 他们开始 做一些 凶劫的事情 所以 颂赞神 所以 颂赞神 我们必须 要能够传承 我们必须 要能够团神 要全家侍奉 要专家输逢 无论大小 不管大小 我们都要来学习 来颂赞神 我们都要学习 来颂赞神 我们再翻回 历代至上的 二十五章 我们再翻回 历代至上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我们请看 第七节 二十五章第七节 如何颂赞神 我们如何来颂赞神 第七节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 学习颂赞主 善于歌唱的 共有两百八十八人 学习颂赞 要到善于歌唱 我们学习颂赞 到 今后唱歌 什么叫做 善于歌唱 什么叫善于歌唱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会 或许会觉得说 我的歌喉不好 学习颂赞神 你现在说 我歌唱不好 我也不太会看谱 我也不太会看谱 我要怎么样 才能善于歌唱呢 我要怎么 可以唱歌呢 大卫是怎么样子 来教导 来吩咐 这些音乐 依奥的立位 我们请看历代至上十六章 历代至上十六章 历代至上十六章 十六章第七节 十六章第七节 第七节 那日大卫出自界亚撒 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 称颂主说 你们要称谢主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第九节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第十节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主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十一节 要寻求主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我们看到这边 在这边 大卫告诉亚撒 跟他的弟兄 就是这一群歌唱的立位人 说你们要称谢神 要求告他的名 也就是说 借着诗歌 借着音乐 我们要献上赞美跟呼求 不只是把这个字念出来 我们要真的去 认识神 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感谢 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感谢 那我们 不认识神的人面前 可以在无人陌生的人面前 我们满心欢喜 大声地做见证 这是我的神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我要赞美 所以在这边他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在这边他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这是我们宋赞神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在上赞神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们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那要常常来赞美他 那我们要常常来赞美他 那我们赞美的时候要心中欢喜 所以什么是善于歌唱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 我们要有寻求神的心 我们要有追求神的心 当我们认识神 我们要寻求神 我们自然歌唱的时候 就会心中欢喜 当然你追求神 我们认识神 我们在歌唱的时候 所以我们再看历代志上十五章的十六节 我们再看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节 十六节 这边是大卫跟台约会的另一位人 他们要迎约会进入耶路撒冷城 这是台卫跟约会的礼味人 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太平了 那国家也慢慢的稳定下来 那时候国家已经太平 已经稳定了 所以约会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能够安置下来 那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那大卫呢 他不止就是遵照这个神所吩咐的 他叫立位人来钢台约会 他并且呢 派这些歌唱的立位人 他们用音乐 用乐器用歌声来歌颂 所以十六节这边记载 大卫吩咐另外人的组长 拍他们歌唱的弟兄 用琴瑟和拔作乐 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以前呢 我看到这边 我总是看过去 你刚才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样看过而已 什么是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在描写 其实在这里就是来描写 大卫呢 他非常的高兴 大卫那时候非常欢喜 他也非常的感谢神 他也真感谢神 所以他告诉大家说 我们都要这样子来大声歌颂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大声来歌颂 从心里面发出欢喜 对我们心里发出我们欢喜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长辈 所以我们的中辈 常常会说 他们在他们以前小时候 他们说他们以前 他们小时候的时候 唱诗都是要唱很大声 他们唱的时候都要唱很大声 那以前呢 我每次听到长辈这样讲 我都很不了解 我每一遍 他们当时我每一遍 听到中辈这样说 我都没什么了解 如果唱得很大声 但是很难听 那这时候如果唱得很大声 但是很难听 那不是反而没有颂赞神吗 对大家可能也不太好 但是呢 当我们在看到这一节圣经 但是呢 当我们看了这节圣经 我们可以了解 这些我们的信仰的长辈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这些信仰的中辈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你既然认识神 你既然认识神 你既然蒙受神的恩典 你既然得了神的恩典 就要把这样子的恩典唱出来 就要把这样子的恩典唱出来 不是小小声 像那个蚊子叫一样 不是 很小声 像蚊子在叫一样 所以立位仁他们 欢欢喜喜大声歌颂 所以立位仁 欢欢喜喜大声来歌唱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心态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态 颂赞神呢 我们一定要重新发出来 颂赞神 我们要对心发出来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也会愁苦 虽然我们唱诗 当时我们心里也会有点烦恼 就是在这个愁苦的这个情绪里面 有点我们在唱诗的情绪里面 但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只要交托神 只要我们交托神 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对神有信心 那么我们吟唱的时候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刚开始可能还是 觉得愁苦唱不出来 这开始可能也会觉得 要是唱诗唱不出来 但是慢慢的神会带领我们 但是慢慢的神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虽然唱的声音 不是那么大声 虽然我们唱诗的声音 不是这么大声 没有办法欢欢喜喜大声歌颂 没有办法欢欢喜喜大声歌颂 但是会有平静安稳 在我们的歌声里面 慢慢的出现 但是平静安稳会慢慢在 我们的声音里出现 所以要怎么颂赞神 所以我们要专用来上赞神 我们要善于歌唱 我们要善于歌唱 我们要善意来歌唱 就要从有这个欢喜歌颂的心开始 我们要对欢喜歌唱的心开始 那我们也要能够熟悉我们所唱的信息 所以大卫告诉立卫人说 要努力的来学习颂赞 所以大卫也跟这个立卫人说 要努力来学习颂赞 我们再看历代至上的十五章 在这边记载了这一群歌唱的立卫人 记载了这段唱歌的立卫人 十五章的二十二节 立卫人的组长金南尼亚是 歌唱人的首领有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所以善于歌唱 所以善于歌唱 我们必须要精通 我们要精通 熟悉歌词 熟悉这个诗歌里面的信息 我们要对歌诗 对诗歌的信息 我们要很了解 并且要常常练习 要常常来练习 把这个音乐 这个旋律 以及这个歌词 都能够结合起来 从音乐和歌诗 可以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请在 翻回历代至上的二十五章 我们再看回二十五章 在二十五章的第七节 他们学习颂赞神 他们学习颂赞神 学习颂赞的成果呢 他们学习颂赞神 是善于歌唱的 共有两百八十八人 我们每天也都在颂赞神 我们每一天都在颂赞神 但我们有没有在 我们被交付的 这个服侍职份 以及在敬拜上 我们都能够做到 非常的精熟呢 还是我们只是照表操客 还是我们只照安排 工作我们把它做完 甚至有时候流于形式 反正要来聚会嘛 反正要来聚会嘛 我就来 反正要来聚会 所以我就来 但是呢 其实在聚会的时候 我也没有真的 把我的心放进去 聚会时我也没真正 把我的心放进去 那在我的教会的服侍工作上 在教会学习的事情上面 我就是按时来把它做完 我就照时间我把事情做完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没有好好去把握每一个细节 我没有从每一个设置 把握 没有从每一个设置给它做得好 那因此我在这里面 我没有办法有所成长 所以没办法在这个 输逢的过程里面 可以行动 就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精通的地步 就没办法到精通和食人的精度 所以学习颂赞神 我们要到善于歌唱的地步 所以学习颂赞神 我们要到善于歌唱这个地步 每一个人从神所领受到的恩事 不一样 每一个人对神所领受的因素不一样 但是神会照着我们所领受的 祂来查看我们 但是神会照着我们所领受的 祂来查看我们 祂也会帮补我们的不足 祂也会帮补我们的不足 所以在25章这边描写的这一些立位人 所以在15节所描写的这些立位人 我们请看第8节 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 互相搭配 那神就照着每一个人能够做的 神就在这里面来带领大家 因此我们若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歌喉 我们有送赞的心 神仍然会怨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有在这里面继续去追求 那如果我们都努力追求 神会照着我们所有的祂继续加添 而不是让我们都不追求 我们就一直停留在原地 说我们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 我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 有这个心我们就会想要继续追求 这些人如果有心 我们应该是愿意继续追求 在我们每一样的敬拜 每一样的服事上 我们都要追求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那我记得当我到这个大陆去协助的时候 我记得我到大陆那边去协助新港的时候 在神学院那边上课 在那边的新学院上课 那是上这些音乐的课程 是跟音乐有关的课程 那来上课的呢 就是有这个教目班 就是上课的很多都是教会的 指示以及他们的这个负责人 其中有一般是来上课的人 都是教会职室还是教会服务人 那他们其实都不懂音乐 其实他们都没 对音乐都没熟 可是呢他们学习的目的 就是回去可以能够带动他们教会 这一些各样服事的人 但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 他们等以后可以去 所以这个负责安排的课程的 这个传道就跟我说 你就尽量教 所以负责安排这个课程的团队 就告诉你就尽量教 那在那两个礼拜的时间 在那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教导怎么样子来学习一些音乐的知识 教他们学习一些音乐的知识 以及服事的观念 和学术的观念 那我们照样有一个学习的评量 后来有一个简单的课验 那我们评量的这个题目就是 能够弹一首赞美诗 那时候的题目就是 能够弹一首赞美诗 这是其中一项 这是其中一项 那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在练习 大家都很认真的学习 那我们刚会前唱诗最后一首 第十八首 我们刚刚会前唱诗的第十八首 那就有人选了那一首 就有人选这首 因为是C大调的 因为这首是C大调 那他们说看起来应该比较简单 看起来应该是比较简单 但是呢 开始练之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和弦 开始练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和声是有变化的 但是练习的有一位指示他就说 没关系我还是要努力把它练完 其中一个指示说 不要紧 我也要真人自己练得好 所以当我们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 轮到他弹的时候 这位指示手是在发抖的 最后一天 这个指示轮到他要弹的时候 他手是在屁屁屁 那我说没关系 就是你可以弹四个小节就好 我说不要紧 你可以弹四个小节就好 他说就是弹完第一行 就是第一行 他说不行 我已经练了 我要把它弹完 他说不行 我已经练了 我已经要把它弹完 所以他把全部这个诗歌弹完了 他说我平常都没有这么紧张 他说我平常是没这么紧张 这个比领会还难 这比领会更困难 但是今年呢 我再遇到这一些 就是他们神学院的同学 那问起就是之前我去教的那一班的这些同学的情况 那他们就说 那一位指示现在每天都练琴哦 他就说那位指示现在每一天都在练琴哦 他从完全不会 他对完全没那么练琴哦 那到上完课之后 他就很喜欢练琴 他上课之后 他就很爱练琴哦 他每天 他现在会弹好几首赞美诗 他现在会练琴哦 继续加添 他会继续加添给我们 那我们呢 就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要把神收给我们的机会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我们去发现神的恩典 我们来发现神的恩典 我们来颂赞祂的慈爱 我们来颂赞祂的慈爱 最后来看一节圣经 最后来看一节圣经 诗篇104篇 诗篇1004篇 诗篇104篇33节 诗篇7004篇33节 在旧约圣经735页 古语735篇 33节 33节 我要一生向主唱诗 我还活的时候 要向我神歌颂 这边诗人告诉我们 这边诗人告诉我们 他的一生啊都要走在主的路上 他一生都要走在主的路上 他要视力在神的面前 他要站立在神的面前 那他还活的时候 他还活的时候 不论是顺是逆 不管是顺境还是热境 他都要向神发出赞美的 有盼望的歌声 他都要向神发出赞美 有盼望的歌声 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位兄弟在今 我们也都能够这样 我们都可以这样 一生向主来唱诗 一生来向神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唱诗322首 唱诗322首 唱诗322首